本视频由托比尔原创制作 不久前,一条令无数中国人为之骄傲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国 这条消息就是,北七换速,外销韩国 第一批在进入韩国14天之后就全部被抢光了 真的是太给国产车长脸了 从这个消息就可以清晰地看出 我国在汽车生产方面算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因为对于韩国本身就是一个汽车工业极其发达的国家 并且韩国民众都比较爱国 所以在汽车品牌的选择上都更加重于本土汽车品牌 不仅如此,外国汽车想要进入韩国市场并不简单 都是要经过韩国政府的审批 通过之后才能进入韩国市场 不过北七换速就做到了,并且还做得很好 北七换速S6一上市就是作为北七旗下一款高品质全能SUV而出现 不仅仅如此,它还是北七换速品牌当中推出的首款A节SUV 其具备高颜值、高内涵、高性能、高安全的特点 北七换速S6的总体设计还是与国内在售的S6保持一致 并且在前面采用X造型给人非常时尚的动感 这辆车的身身侧面流畅简约 我们都知道现在的交通安全是危害社会的一个主要因素 因此交通安全一直都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 而北七换速在行驶安全方面就做得很好 就因为这款车在安全性能上的强悍 或许才是其在韩国获得如此好的成绩吧